少年神探敌人节眼下正在恒电热拍 在戏里黄宗泽扮演的这敌人节啊 那是少年得志威风八面 可是在戏外他却没少受演员气威 孙潇潇等人的欺负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别说了 电视剧少年神探敌人节眼下正在恒电影视城内紧张拍摄 和之前梁冠华刘德华等人演绎的敌人节故事不同 这一版的敌人节走的是青春偶像路线 比如黄宗泽饰演的敌人节 一边要和好搭档圆芳一起破案追凶 一边还得抽出时间和七微饰演的李婉清谈感情 可是有的他忙 不过这差事听起来挺美 但实际上却好像不是那么一回事 他平时每天要负责记词 还要负责跟我们聊天 然后呢还要负责给我们讲戏 还得挨欺负中年戏 所以他在最炫民族风 还要跳舞给我们看 所以他是最难的一个 最忙的 玩笑归玩笑 相信您也看出来了 这群主演们之间的关系可是相当融洽 而刚刚开始来内地拍戏的黄宗泽 他所做的努力 也是让剧组的每一个人都看在了眼里 他所有的台词全部都坚持用普通话 但是他会突然 比如说一人分饰两脚这件事情 其他他走了三遍戏都是 一人分饰两卷 两卷是什么 古装嘛 古装难免是有一些 比较 比较 软文润 软的 стен的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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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又来了 最近